紅色球衣而是支管系 右手邊穿黑色球衣而是會計系 可以看到兩邊的球員已經都往場中央走了 在各位觀眾 左手邊穿著紅色球衣而是支管系 右手邊穿著黑色球衣而是會計系 OK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程孝榮已經走到場中央 準備跟對方球員握手致意 OK 現在馬上就要跳球了 比賽即將開始 跳球方面可能沒有人可以跳贏程孝榮 比他195公分身高加上打排球出身 爆發力相當的驚人 我們就來看看跳球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沒錯 現在的裁判在跟紀錄台做最後的確認 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的裁判請來是來自師大體育的裁判 就是穿著相當的專業 相信為這樣精彩的比賽進行了更順暢 我們可以看到裁判現在跟紀錄台進行時間最後的確認 兩邊的球員已經蓄勢待發 沒錯 現在程孝榮在綁他的鞋帶 在那個紀錄台上面 球員名單似乎出了一點問題 然後現在 支管系的隊長黃柏松在跟紀錄台出什麼確認 程孝榮留下來綁鞋帶的時候 狗熊看到程孝榮在綁鞋帶 他也留下來綁了第二次的鞋帶 不然是打球或是綁鞋帶 輸人不輸陣啊 比賽就是要做第二次的確認啊 程孝榮果然跳到了球 可能現在 支管系很快就犯上了第一龜 龜犯有點不太聰明啊 有時候那個犯規啊必須要好好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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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規也是需要好好的運用 林正宇嘛 現在開賽不到十秒鐘 時間都投進了一顆三分球 第一顆球就讓他有他投球的節奏 支管系現在要打一波系統戰 你現在馬上發生的坎坎控擋 被霸告已經點掉了 由於衛成瑜太高了 你不能在他面前 他已經對到你的時候 你就不要勉強要出手了 衛成瑜雖然長得很高 可是他的活動力也是相當的不錯 絕對不能欠負他的活動力 支管請 支管系連續犯上兩個相當不聰明的龜 先是對 而剛開賽就對運球全文犯規 然後又在對手投籃的時候犯規 真的相當不聰明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呢 那我覺得支管可能有點緊張啊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 可能在這種大場面每個球員都會緊張 一開始應該都有這種狀況 但是後來越打越順 打透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會那麼緊張 我就希望支管系能夠趕快把他情緒穩定下來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支管系 現在掉了大腳到弱邊的球邊 董哥中進入 切入 雞丁跳投 手插過籃紅沒有進 你看到大前方董一陽在籃下把最後兩分補進 這快樂線就沒有卡位了 沒有搶到該搶到籃板的錯 身材不太行 董一陽在亂軍中搶下進入籃板 只有把球補進了 快樂線的禁區兩支都有190以上的身高 果然面對陳孝榮 黃彥翔也要把他卡出去 也是需要一番苦功了 支管系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已經犯了三次的規 這對他們之後的戰局 可能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影響 OK 現在會計要開底線球 小米接收包夾把球飛給魏承鈺 相當高級的一個動作 為球員在底線一個拉桿把球放進了 不過這也讓大家看到 其實他的對抗性並沒有那麼高 不過他的靈活性 大家也覺得絕對很想看 沒錯 球帶可以進去 球帶可以進去 把球打到外面 黃柏松三分線外出手 球進去了 現在比數是6比 不好意思 你看這個彩線的兩分球 現在比數是6比2 支管落後4分 不過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黃柏松 在那種地方投籃 剛才快逐這球 是想要給陳孝龍 A.L.U.P.S的扣籃嗎 陳孝龍195分 公分的身高 現在能彎到這麼低 去把這球搶回來 真的相當的可怕 陳孝龍的反應 比想像中還要快 而且他的速度 也比想像中更快 他第一步非常的快 報告這個切入被受到干擾 沒有把球擺進 看來兩隊一開始都非常的拚命 紅柏松快速推進 西條進去 上籃 可惜 差了這邊一點 快速卸捷想把節奏緩慢下來 畢竟打系統戰還是快速卸老本跑 沒錯 快速最擅長的就是他們的陣力戰 他們的跑位 他們的觀念 大家都非常的不錯 走熊 走熊 走熊在第一節 還剩下六分多 這種時間 就已經吞下個人的第二次犯規 我看到場邊吳慧翰上場了 小明等一下吳慧翰會做更多 跟進區卡位要求的動作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資管系的進攻 黃柏松把鍾明軒的三分外線出手點掉了 快速快攻 哎呀可惜 可惜這波快攻應該要好好把握了 資管系的後場大換血後 畢竟還是欠缺了點 經驗這種 如果傳到的話可以輕鬆上來的機會 現在已經死錯過了 真的相當可惜 可能一開賽的時候 他們覺得他們體力太夠了 所以傳球稍嫌大獵一點 林勝宇又是一個外線控場 資管系在開賽還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就已經進入 讓關鍵系進入了加罰狀態 沒想到陳孝榮的影響力遠遠的 在進攻上的影響力遠遠的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 他在籃下的卡位 讓資管系的兩支大中鋒 加起來已經吞下了三次犯規 這只是開賽短短不到五分鐘的事情 平平失憋啊 沒錯 不過陳孝榮的罰球 可是他在籃球場上最大的錯 聽說他曾經有七罰不中的紀錄 對 這看來就是各個大中鋒的 平衡避免宿命啊 不過他第二罰還是穩穩的罰境 對 OK 再來 資管系今天打球 今天打球 我們不是想把球 餵給低位無危害 可是這球被防守球員 點出界外 看來要餵內線球員 還是沒有那麼容易 尤其是當內線有兩支 超過190公分以上的會計系 然後罰告超過190公分身高 貼到外面去時 想把球丟進低位 可是不是非常容易的見識 非常困難 沒錯 資管系體系差不多開始出完 直接開到籃下 拿到兩分 現在時間剩下4分35秒 快進系 現在快進系 7比7跟資管系 贊成平手 就如同 如同吳威翰所說的 雖然陳孝龍比他還要高 但是吳威翰的確比陳孝龍還要厚 因為厚實度 不死 吳威翰覺得 跟陳孝龍跟政大所有人相提定位 外線控擋 謝傑三分線出手 是大麵包 未成一把球拍出的計畫 可惜 雖然有控擋 雖然有控擋 但是沒有投進 就是沒有投進 不過快進系統戰能打相當的漂亮 只能簡單的掩護 就能製造出外圍大控擋 沒錯 我們都切入分球 吳威翰籃下 發生了走步 剛才他在籃下的時候 陳孝龍已經把位子給站好了 為了他沒有空間進行動作 一直腳步一個錯來 就產生了走步的失誤 習習茫茫的出手 陳孝龍把球拍掉 陳孝龍又把球抄得下來 防守的董藝陽很無奈 現在只能右翻上一龜 不過剛才動作有點危險 一個不小心 陳孝龍可能就坐飛機了 在球場上除了要拚命以外 保護對手跟自己的安全 也是相當重要的 陳孝龍現在三次的罰球 投進了一顆 我們來看看他下一個罰球能不能投進呢 我們來看看他下一個罰球能不能投進呢 發球穩穩投進去 現在快速是9比7領先 滋管 滋管是些傳又被快速斷了下來 滋管的後場還是 謝謝把球推進又造成了滋管系的犯規 滋管系在第一節的犯規 對他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平平的送對手上罰球線 不好意思剛剛比數爆錯了 現在是8比7 快進1分 9比7 謝謝把球罰進了 是82中1 欸 吳慧翰這一球發生這種失誤 真的相當不應該 可能是因為比賽時間太早了 他現在還沒有睡醒 今天比賽在9點就進行了 所以大部分大學生 這時候可能還是在5年的時間 所以吳慧翰也是正常的大學生了 反正直三籃下 被滋管系的影響發生失誤 現在比賽剩下這一分 1分19秒 滋管系 對第一節的時間 滋管系的3分4分又被點掉 籃下彈了兩下沒有進去 難得看到林鄭宇會發生這種失誤 不知道是不是場地的關係 感覺謝傑剛剛不小心滑倒一下 在最後一分鐘 兩隊總是最後幾波攻勢 結果由吳慧翰擋到自己的隊友 造成自己的隊友的走路失誤 快進系不能停在進去製造幾堵牆 吳慧翰先進去撞到牆 然後林志管系另外一名球員 先進又撞到吳慧翰 快進系可能想要把時間拖久一點 但時間剩不多了 陳小榮一個底線的中距離出手球技 比賽剩下不到20秒的時間 滋管系應該會把時間拖完 10 4 3 比賽剩下這3.1秒的時間 不過場邊發算犯規聽不掉 第一節比賽剩下最後3.1秒 滋管系要開底線球 又發生失誤了 我們看到外面那個 五十六號的球員一直在那邊 不停地揮手 結果滋管系就是硬是要塞內線 滋管系在這一節的失誤跟犯規問題 導致他們現在落後給會計 其實打了4分 OK 現在兩邊的球員在進行戰術的討論 然後針對第一節的比賽狀況 第一節資管的失誤以及他們的犯規太多 因為陳小榮給他們的壓力太大 而且可能他們一開始對這種 就是一開始大家身體還沒有熱開啊 不然就是冠軍賽他們緊張啊 導致他們沒有打出平常的水準 沒錯 可以看得出來兩間球員在場上 沒有完整進入到自己的手節奏 對 相較之下快技系打了就很難 感覺林振宇就很會處理這種場面 而且大家看到他那種嚴肅的臉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安心 而且快技系這學期有成跑的活動 就是每個禮拜 一個禮拜三的早上都進行成跑 相信快技系是比較習慣早起打球 是有一點不適合的 每個禮拜里之間 都是帥氣的 收集的公司 公司 講述區 這個是好 我們對話